好各位同學晚安 今天同學 繼續再過所謂的清明節連假 那我今天還好有 也算有 沒有出海捕魚但是是 網路捕魚啊這樣子上了 湖南長沙的小朋友Stella 用Skype 上的課就是這個Tuesdays with Maury 不錯 那 上課因為有一些翻牆的問題中途 有一點技術性問題不過還不錯 有克服 那這個小朋友很快的感覺到為什麼前面 我們在上這個課的時候 第一 段 講了那麼久 他 今天終於明白了原因是因為 他赫然發現這個作者也就是Mitch Albon 他的寫作筆法很固定 劇情很固定 所以你只要把第一段的文法 去構架架 邏輯概念弄懂 後面就可以 比照辦理 後面就很快了 所以我 今天帶著他 朗讀了整個第一頁 解 解釋 討論完 第一頁很快就講完了 後面也是比照第一頁的這種做法 後面就 可以 這種叫做 兩岸原生 停不住 青州已過萬聰山 赫然發現 就一路水到渠成就這樣下去 這個就是 我們在讀 小說的時候必須要注意 同樣的作者 同樣的筆法 你只要看出來了 你懂文法架構 只要把第一頁搞懂 甚至第一段搞懂 後面基本上是相同的 尤其是以 Match Albon的手法 筆法 比較 簡潔有力 簡單俐落 他沒有太過多的修飾 所以很適合拿來給初學者做 閱讀的訓練 今天Stella小朋友終於知道說 馬上就 舉一反三 知道說 原來 前面為什麼 講了 這麼久 第一段 後面 其實跟第一段 是類似的 這樣子 好 那也因為我今天講到了 Tuesday with Moray 的線上課程 也提供同學 港兄 這方面的 需求 也可以跟我報名 我們比照 湖南長沙 Stella小朋友的 這種 課程模式 也可以 不管成年人 小朋友都很歡迎啊 都很適合上這樣的課 歡迎有需要的同學能夠跟我聯繫 那我記得我之前也在 網路裡面 網路裡面 我的單元裡面講到了 在專門介紹 Mitch Albin的時候也講到這本書 我們來聽聽看我當初怎麼講的 買的 Tuesday with Moray 這本書我也推薦給現在 線上課程 湖南長沙的Stella小朋友也在上這一本 那我今天就 呃我們暫緩一下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因為我怕講太快 呃 很快那張節就結束了 我昨天剛剛朗讀完 所以我們先不急著做 解籤 的所謂導讀的講解 我因為今天剛好上到Mitch Albin 我就 呃 在從頭 很 一氣呵成的把前兩頁稍微講一講 讓同學欣賞一下 Mitch Albin 他的書 特色在哪裡 這個Mitch Albin 這本書 我手上拿的也是這本書 我手上拿的也是這本書 我跟這個 現在畫面上看到 Wikipedia上面看到是一樣的 這個編排排版方式 那我就 找到 網路書我上課的網路書我就很快的把 第一頁跟第二頁 那我在上這個小朋友的課的時候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在 第1 第1頁的第1個段落裏面的巨購做講解 後面發現 巨購很類似 所以很快我就把第1頁講完了 行雲流水就講完了 那我 就今天利用晚上的時間同學在家裏面 啊這個 器足掃墓也好 呃連假在家休息 也可以啊來跟著做一下因為 我推廣這種閱讀英文的小說的閱讀 讀的閱讀很久很久了 我們也利用假期來啊緩和一下心情看一看欣賞一下 Mitch album 他這一本很不錯的 呃非常快智人口 口碑非常不錯的也是一本暢銷書他的內容我們來 稍微的 這個 散然一下這種 好的書 他帶給我們的這種閱讀上面的一種 愉快的感覺 好我現在就直接開始雖然我前面第1頁有講過但我講過 我有時候回頭看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有時候口誤太多 我現在講個兩頁好了 同學如果發現 有出入的話 的同學 自行做更正啊就是有講錯的地方 我這個只是帶同學 來體會一下 好 我直接就開始 一段一段他段落很短大概一個句子或兩個句子就是一段 我從頭開始來講 講個兩頁我們今天大概就達到閱讀效果 主要是 讓同學知道說閱讀的樂趣第2個 同學 精讀廣讀這個爭議先擺一邊 我們純粹就欣賞小說啦 不要去做精讀廣讀之爭 這樣子反而失焦了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要欣賞小說的內容欣賞他 文字帶給我們的樂趣 這樣子 好 一開始開中名義就是 The curriculum 這個是所謂的課程的意思 這個拉丁文 所以你可想而知他這個是單數 如果複數要變成A他是一個不規則變化拉丁文字尾單複數的一個常見的字尾變化 好我們來看第1段 我一段一段地唸 然後一段一段地用我個人的解釋方式來講解 我開始做簡單的解釋 那我的老教授 生命當中的最後一堂課 是在他的家裡面 一週上一次 上課的位置呢是在 窗戶旁邊 窗邊的 一間 他的書房 的窗戶旁邊 也就是說上課是在他家裡面上 在他家裡面的哪裡呢 在他家的書房里 他書房的窗戶旁邊就是上課的位置 那為什麼要靠窗戶旁邊呢 因為顯然這個老人需要 靠窗 呼吸新鮮空氣曬曬太陽 甚至看一看窗外的 花園的窗戶旁邊的窗戶旁邊的地方 會比較 心曠神怡心情愉快 所以那個地點是 在他家裡面 上課最好的地方 那在那個位置呢 他選定這個位置上課呢 是因為他可以 看到 小小的 hibiscus plant 这样的一个植物观赏花 那同学可以去查 它到底是什么扶桑花之类的 这个中文并不重要 反正就是 它的家里面的院子 窗外就种了这样的花 那这个花呢 因为那个季节 看起来像是春天 所以shed as pink leaves 那个shed是指 掉落 它有粉红色的叶子掉落 但我认为扶桑花 那个leaves 好像是绿的 它的花瓣 是有点红色 所以这个部分同学 就自行做参考 到底它掉的是花瓣 还是掉的是 粉红色的叶子 它讲leaves 这个比较无关红纸 也就是说它的教授 看着窗外的 这种观赏的花的植物 的叶子 这样子 那通常叶子会掉 如果是季节性的掉 是秋天会掉 这个掉有可能是 它开花之后呢 它的重量的关系 或其他或风太大等等 这个美景 看着这个植物的美景 可以让它觉得心情会很好 重点在这边 那我会比较着重于 Guarge 这个是不完全其物动词 以文法来讲 瘦子 是a small hibiscus plant 这是瘦子 看着一朵小的扶桑花 的那个shed动词 原型动词是 我现在框起来的部分 是寿司补语 是原型动词 片语 当寿司补语 寿司是 那个plant 掉下 粉红色的叶子 这个美景 很漂亮 因为我不知道 那个花是什么样子 我们这样解读 懂了文法之后 就可以这样来想 这一堂课呢 老教授的最后一堂课呢 是每个礼拜二上 注意到那个on tuesday 这个复数 就是every tuesday it began after breakfast 上课的时间 开始上课的时间 是早餐之后 所以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准点整点 而是说吃完早饭就可以上 好这样子 the subject was the meaning of life 课程的课目名称叫人生的意义 it was taught from experience 这堂课是依据教授的经验来传授 来教授 而没有教科书 不是赵本宣科 也不是教授在课堂上教的 他自己的专长领域 而是他依据他个人这一生的经验 来授课 no grades were given but there were oral exams each week you were expected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and you were expected to pose questions of your own you were also required to perform physical tasks not in that such as lifting the professor's head to a comfortable spot on the pillow or placing his glasses on the bridge of his nose kissing him goodbye earned you extra credit 好 那这门课当然不会打分数啦 所以你不会 你不必去在意分数 他不打分数 但是呢 每一周 一周如果上 每个礼拜二上一次 他每一周 都有所谓的口试 他会用口头上问你问题 你来回答 那你要用回应的方式来回答他的问题 他问你问题 他希望你能够回答他的问题 你不能不理他啦 最好要回应啦 叫做you were expected and you were expected to pose questions of your own 那他也希望你能够 在听完他问问题之后 回答完之后 你也可以问他问题 这叫教学相长 这样子 或者是说 你不必等他问你问题 你回答 你也可以主动问他问题 这些都是整个课堂上 教授希望能够做的 整个上课的方式是这样子 you were also required to perform physical tasks knowing that such as lifting the professor's head to a comfortable spot on the pillow or placing his glasses on the bridge of his nose 那这边用一个 you were also required 是说这个你非做不可 没有办法随你的意 想做做不想做 先不要做 问题可以 你可以跳过去 他并不强制 他只是希望你能够 照这个方式 可是下面这个 他自己细称为 所谓的 也要有体能的部分 除了有 数科 学科还有数科 这个是数科 数科是什么 数科是你除了动口 还要动手 这个部分 那个叫physical 是你 要做动作的那个部分 的课题 这个就非做不可 为什么 因为他教授有时候 头靠在枕头上面垫着 可能会身体 已经没有力气支撑 身体可能会歪掉斜掉 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正常讲话 你要一看 你就必须把头扳到枕头上最舒适的位置 调整他头的位置 他才能继续讲话 这个是非做不可 你不理他 他就不能讲话了 比如说哪一些体育项目 数科要动动手的 把他的教授头抬起来 然后调整到舒适的位置 枕头舒适的位置 或者是他头一歪 他的眼镜本来架在鼻梁上歪掉了 你也一定要把他的眼镜扶正 扶到正确的位置上 如果下课的时候 你能亲他一下 跟他说再见 他很高兴 你就可以多加到分 虽然不打分数 不打分数是没有考卷 没有成绩单 但是你会让他口头 给你印象分数加分 事实上 他意思是这样 那不需要带什么教材啦 他也没有指定什么教材 也没有书 但是呢 他这个叫做 无书胜有书 他因为没有书 已经进入无形的境界 他一生的经验 没有办法用书来呈现 所以没有书 但是呢 他的授课内容几乎 包罗万象 所有的课题都涵盖到了 包含了爱 包含了工作 包含了人的人际交往 那个叫community 包含了家庭 包含了 年老 包含了宽恕 原谅 以及最后的死亡 那最后一堂课 他的最后一节课 这整个是最后一门课 最后一门课的最后一次上课 但是他的最后一次的 最后一节课非常短 只有几个字 就 等于说他的老教授的生命就结束 那没有毕业典礼 a funeral was held in lieu of graduation 那个in lieu of 是一个建设词片语是指instead of 是取代的意思 就是说 课程整个 结业了 上完了 是以葬礼来 老教授的葬礼来 作为一个毕业典礼 不是去庆祝毕业 而是 参加葬礼 although no final exam was given you were expected to produce one long paper on what was learned that paper is presented here 虽然没有期末考 但是呢 你 他会希望你 老教授希望你能够 写一篇 有关于你自己这个课上完之后 有什么心得 写成一篇报告 长篇一点的报告 那这篇报告呢 也就是 这本书里面所呈现出来的 我把那篇报告 把它编成一本书 也就是这本书里面所讲的 就是我那篇报告 The last class of my old professor's life had only one student I was a student 我的老教授的最后一堂课 生命中的最后一堂课 只有一个学生 他教的这门课 只有一个学生 那个学生就是我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很快的看 下一页 他怎么去 他前面是一个开场 他怎么去讲 他怎么认识他那个老教授 跟他老教授 是怎么样的 因缘机会之下 会上到最后一堂课 and we are officially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he senior class of Brandeis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Wadhan, Massachusetts for many of us, the curtain has just come down on childhood 好 我把第一段解释一下 他开始讲故事了 讲他怎么跟他的老教授 的这种因缘机会的认识相似 老师教很多的学生 他不见得会记得每一个学生 那这个老教授居然会记住 他教了这么多学生当中的一个 一定有一些气域在里面 他就开始讲了 他讲说时间是在1979年的一个晚春 晚春的意思就是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快进入夏天了 那1979年是民国68年 民国68年我国小毕业 他大学毕业我国小毕业 那在一个1979年一个晚春的炎热的 年搭搭的星期六的下午 也就是毕业那一天 他们大学毕业那一天 那数百位 我们当中好几百个人毕业生 就坐在一起 就是排排座 肩并肩的排排座 一排一排的坐在 木头座的折叠椅上 位置是在哪里呢 是在学校主校区的草皮上面 这样子 那一般来讲美国的大学 他都有一个草皮 我在乔治晨大学也有 一进门就是一个大草皮 前面是那个钟楼 我讲Hilly Hall 所以你每一次一进门 就看到那个草皮上面 就是有人在设飞盘啊 有人躺在地上看书啊 那个画面很不错 很悠闲 一定会有一个那个草皮啊 那我们国内的学校 很难做到大学 很难做到你一进门 就有一个很大的草皮 映入眼帘 然后后面是一个 古迹式的一个 那种钟楼 每个学校也有一个 历史性的代表的那个 那种landmark的组建物 都会有 所以我们的学校的规模 就比较小 以国内大学来讲 那陆军官校除外啦 陆军官校一进去 那个草皮比 几乎比校区还大 两三座足球场 那够大 你敢躺在上面 设飞盘 野餐你就惨 那个是看的 不是叫你上去踩的 那我们什么时间可以去踩的 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时间点可以踩 一个是派公差去割草 你可以踩 第二个是你上足球课 因为那个就是足球场 你上足球课 教官在我可以打球去踢足球 上足球课可以 你不是这两个时间 你还有一个阅兵分裂的阅兵室 你不能自己跑去 那个阅兵是带队过去 除了这几个之外 你敢在上面设飞盘 吐一张 一张像桌静一样的东西 在那边日光浴 你就惨 所以我想印象中 全国的大学大概只有陆军官校 要符合有那个大草皮 继续往下讲 刚刚那有点差题 We wear blue nylon robes 那毕业都会 毕业典礼当天都会 不管你是去租的还是借的 都会有一个 毕业用的穿的那种 毕业生的毕业袍 学士服或是硕士服那种 所以他们大学毕业是穿的 蓝色的尼龙座的跑 学士跑 然后呢 有很多的来宾来嘛 毕业电影当年 就一直不断的支持 一直不断的支持 他们坐在椅子上 就很不耐烦的在听 很长很长的演讲 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反正也不能跑 也不能走 只能坐在那边听 When the ceremony is over We throw our caps in the air 等到呢 终于毕业典礼结束了 大家就很高兴地 把学士帽往天上丢 And we are officially graduated from college 往上一丢呢 就正式宣告了 正式的宣告 他们已经成为大学生了 已经毕业了 The senior class of Brandeis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Wartham, Massachusetts 那他们是最高年班 也就是大学四年级 他们从这个Brandeis University 不管它怎么翻 它是在Marsen, Massachusetts 一个叫Wartham的这个地方的一所大学 叫Brandeis University 他就正式从这个学校毕业了 For many of us, the curtain has just come down On childhood 对我们很多人来讲 这代表着我们已经经过了一个成年历 我们已经离开孩童时期 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The curtain has just come down 就是那个木 泄木 那个木降下来了 表示说什么东西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呢 孩童时期结束了 表示是成年人了 这样子正式宣告我们成年了 Afterward, I find Maury Schwartz My favorite professor And introduce him to my parents 那丢完帽子了 也正式变成成年里过完 很高兴 之后呢 大家就开始照相啊 寒暄啊之类的 跟老师合照等等 那丢完帽子之后呢 他就发现了 这个叫Mory Schwartz 他的教授 是他最喜欢的教授 然后呢 就引荐 这个教授 跟他的父母亲 认识 寒暄暄一下 说这是我们教授 跟他爸爸妈妈介绍 He is a smart man who takes smart steps as if a strong wind could at any time wars came up into the clouds 这段描写得很好 我觉得 Mitch Elbin很容易用 很擅长用简单的字 描述出很生动 每个人印象中 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的 呃的这种场景 他讲说他这个叫Morris Schwartz 的教授 他很喜欢 最喜欢的教授 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人 的一个 呃 应该算是老年人 那他的步伐也很小 因为身形小 步伐也小 那走起路来呢 就 那个画面就 很好玩 哦这样子 as if a strong wind could at any time wars came up into the clouds 就那个那个样子就好像 很像一阵强风吹来 任何时间只要一阵强风吹来 就可以把它吹到天上去 一样 跟我们之前看那个新闻报道 说小朋友放风针 风 忽然一阵强风来 结果小朋友被风针拉上去了 变空中飞人了 呵呵 类似这个样子 那这个让我想起我以前在 恒意中学 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呃还不到七十年 那我们那个 好像每个月都有一个乐会 就全校都要集合 然后听校长什么训练主任 有个室外的那个乐会 那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 很老的老师 那个老到多老的 同学讲 我现在讲同学可能都不相信 我们有一个美术老师是 表示以前的师范大学在车退来台以前 的美术系 美术系毕业的 专门画国画的 不知道跟张大千有没有关系 是一个女老师 她那个时候年纪就很老了 那个辈分高到校长都 校长出来看到她都 都要跟她问好 有可能校长是她教出来了 但她是我们的美术老师 教国画 那我为什么对这个女老师印象很深刻呢 有两点 第一个 有一次我们乐会 一个月开一次全校 在 司令台前面集合 高中部跟初中部 老师所有人全部倒计 训练主任已经在台上了 拿着麦克风 所有的全校老师都要倒计 校长已经快出来了 但是呢 训练主任跟校长都不敢 宣布下面的仪式 按照程序 按照时间 因为有一个老师还没到 那个老师就是美术老师 他不是没有到 他跟这个 Mori一样 身形瘦小 然后走路很慢 他走路不是太老手不快 是因为他绑过小脚 他残足过 你看到那个他年纪多大 是民国前 或是民国初年才有妇女残足 所以他绑过小脚 他是绑完之后解禁才有打开 已经脚受伤了 所以 已经有点变形 所以他走路很慢很慢 加上年纪很大 所以我们全校都 在大太阳底下晒太阳 然后呢 那个司仪 跟台上的训练主任 跟校长都不敢进行下一个 仪式 都在等他 因为我们有看到他从办公室那边走过来了 可是你等了20分钟 他几乎好像只往前走了不到10公尺 看到一个人慢慢走 等他走过来了 已经快半个小时了 所以 这个是那个老师 我们还有 我以前在横移中学上过那个残过足的 老师的美术课 这是第一个印象 我看到这个 who takes most steps 想到那一幕 那第二个是说我是横移中学创校以来 第一个美术被当的 美术我没有美术课 但是那时候要联考 所以大家基本上美术课都没有怎么在上 很少有上是没有错是应付应付 然后呢有一次我们是画 水彩画 他虽然教国画 但是他大部分是窒息 一个学期只要教一张图就好了 然后我就画水彩画 结果呢 教了 那个图画完教过去之后呢 下一次上课他就很生气 他说我叫你们 画水彩画 其他时间窒息因为你们要考联考要考试了 居然有同学教 乌七妈黑的一坨东西给我 完全不认真 我在想说是谁 结果搞了发现是我 我画了耶诞夜的那个 哦 雪橇 圣诞老人 然后那个在天上飞 然后是在耶诞夜 因为他看不懂我的水彩画 他麻烦了 而且我那个有点印象派 他拿反了 他把整幅画拿反了看不懂 他就感觉乌七八黑的一片 而且仔细看都看不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直接给我改柄 然后上课就很生气发评计说 我叫你们方便教画 居然有同学教一个乌七八黑的东西给我 全班就只有一个人得饼 重画 结果搞了发现是我 全班都在笑 哈哈 我就把那个画拿回来看 他那个饼打的是刚好反的 就图反的 他写一个饼 哈哈 他说 刘志杰你上课给我重新画 其他同学自喜 重新画一张给我 补考 你再乱画 我就当你 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 才能画出一个他看得懂的话 我就想说不要不要想太多 我就画了一只小白兔在吃胡萝卜 你再拿反不可能了吧 哈哈哈哈 我就赶快画 拿水彩画 现场辉豪 画了一只小白兔吃胡萝卜 然后赶快交给他 还跟老师讲说老师抱歉我上次那个不小心 哈哈哈哈 画错了 现在这个重新画 对嘛 你早知道这样画多好嘞 啊就就给我及格了 我是全 全校恒意中学 创校以来第一个美术课被当的 哈哈哈哈 搞了半天是那个 啊那个 那个绑小脚的老师 画拿反啊 啊这样子 好这个让我想想到我以前 在恒意中学 有点离题啊 但是我看到那个 he is a smart man who takes smart steps 让我想到那个美术老师 好 继续往下看 in his graduation day robe he looks like a cross between a biblical prophet and a christmas elf 他讲说啊这个因为他身形瘦小 然后穿了一个毕业典礼 当天穿的 毕业袍 老师也要穿毕业袍 穿起来 就有点像眼布袋戏 他讲说他那个样子看起来就介于一个圣经里面古早时期讲的这种prophet prophet是指说我们讲的预言家 哦那个叫prophet 你可以讲说是类似像圣人圣经里面都有记载哪些是预言家 哦他讲的东西就会发生那个叫prophet 那介于这样的一个 哦非常高高在上圣经里面有讲到的 新约跟旧约里面有讲到的这种圣经里面提到的prophet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还有 耶诞节你看到的那种 精灵 这个什么叫耶诞节的精灵呢 就是圣诞老人Santa Claus身边有一些小矮人 也是穿的圣诞帽 的那个小精灵 来帮助耶诞老人发礼物的 哦那种你很多时候会看到有些 耶诞节的耶诞树上面又挂一些这种小精灵 也是戴着耶诞帽的这种小小矮人哦这样子 他的样子就看起来介于 biblical prophet 跟Christmas elf这两个很冲突的角色的 哦两个 的两个合为一的这样的一个混合体 很有喜感 he has sparkling blue green eyes thinning silver hair that spills onto his forehead big ears a triangular nose and tufts of green eyebrows 那他的五官呢长除了样子看起来很像 哦这种使徒 哦这种圣经里面讲的预言家 跟耶诞节里面看到的那个小矮人 两个的混合体之外 他的眼睛呢哦是 闪烁着一种蓝绿色的光芒 表示他眼睛是蓝色跟绿色的一种混合体 但是汹汹有神 哦闪烁的这样的一个光芒 而且呢他的头发呢已经渐渐稀疏了 是银色的头发表示说 已经有白发了 而且 发头发渐渐稀疏表示年纪很大了 而且呢他的头发呢 是往前面的额头盖下来 往前疏盖下来 这样子这种发型也蛮怪的 哈哈哈哈 通常我们会从后面往前盖 多半都是禿头 但他没有讲他 的老师是不是禿头 只是说头发稀疏 啊这样往前额头这边盖 耳朵很大 然后呢鼻子是三角形的 他没有讲是阴沟鼻 但是三角形的鼻子 就有点像卡通人物了 那那个tops是指一重一重的 所以他有 灰色的 眉毛 哦两戳灰色的眉毛表示 已经 有白头发 眉毛也发也泛白了哦这样子 表示是有一 我们时常看到的这种上了年纪的人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蛮好玩的 when he smiles it's a zip you just told him the first joke on earth 虽然他的牙齿呢 哦 是弯的 那个crucus不是直的不正 然后呢 他的下牌的牙齿呢 也是往后倒 他说这个画面有点 样貌看起来有点像什么的 好像有人曾经一拳 哦往他的 脸顺便打下去打凹了 所以他的牙齿是往内往内倒的 哦那个就样子就看起来很奇怪 那 但是他笑的时候呢 让人感觉到 说他好像听到了他这辈子听到的 最好笑的笑话 那么样的高兴 表示说这个人虽然 以他的描述看起来是其貌不扬 样子很奇怪 很有虚感 但是呢 他人是很不错的 因为他微笑的时候感觉到他是发自内心的在笑 他不是装的 好这样子 所以他讲说 as if you just told them the first joke on earth 好像你告诉他一个从来没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好这样子 he tells my parents how I took every class he taught he tells them you have a special boy here embarrassed I look at my feet before we leave I hand my professor a present a 10 briefcase with its initials of the front I bought this the day befo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 didn't want to forget it maybe I didn't want it to forget me 那这个故事的主角也许就是作者本人 也许就是mitch本人 他就跟他的父母亲讲说 而不是mory就跟他的父母亲讲 告诉那个故事的写故事的人 他的父母亲说 你的儿子真棒啊 你的儿子把我的教的课全部都修完了 因为选修 你可以自由大学里面有选修的课 你的必修课以外有选修 显然这个mory是上选修课 所以才造成 这个写故事的人 修了所有mory教授教的课 这样子 所以那个教授就很高兴跟他父母亲讲说 你儿子把我所有教的课都修完了 这样子 然后他又告诉他们说 你这个小朋友不得了 你们家小孩不得了 you have a special boy here 你家小孩真的将来大有可为 embarrassed I look at my feet 写故事的这个人呢 如果是mitch的话 他就感觉到很不好意思 就低下头来看自己的脚 一直说头低低的 有点不好意思 腼腆 before we live I have my professor present 那他们介绍完之后 要离开的时候呢 这个大学毕业生这个作者呢 他很有心哦 他送了他教授一个礼物 是一个公事包的一样的这种手提箱 叫brief case而且是深色的 比较特别的是呢 他把他老师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印在 那个手提箱的前面 正面的地方特制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讲说我是毕业前一天买的 在一个卖场买的 那个手提箱也许到处都看得到 但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他老师的名字的第一个字 大写的字把他印在或是说用什么方式处理 让他能够看得到 在那个手提箱的正面这样子 表示他很有心 那他的用意是什么呢 他不想忘记这个教授 也有可能是 他也不希望教授忘记他这个学生 所以他送了他一个礼物 很特殊的礼物 Mitch 果然是Mitch 作者是他写他自己 有讲 Mitch You're one of the good ones He says Admired the briefcase Then he hugs me Feel his thin arms around my back I'm taller than he is And when he holds me I feel awkward Older As if I were the parent And he were the child He asks If I will stay in touch And without hesitation I say Of course When he steps back I see that he is quiet 那这个老教授 收下了这个礼物 很特殊的礼物呢 就讲Mitch You're one of the good ones 他说你是真是好学生 One of the good ones 是说我教过的学生里面 好学生里面的一个 就你真是好学生 就是有点像我们讲的好样的 He says 然后呢还特别赞赏了一下这个手提箱 说啊这买的真好 你还特别用心在上面把我的名字的 第一个字母可能是 M Mori 把它写上去了 然后 然后前面也把它的信 也写上去了 叫 Schwarz 他就是MS 叫Initials 然后呢他就抱了一抱 Mitch Mitch被老教授抱了之后呢 可以感觉到他的细细的手臂 绕着他的背 这样子缠绕住 那因为Mitch比较高 所以呢 当他的老教授抱着他的时候 他感觉到非常的不自在 awkward 有点笨拙 笨手笨脚不自在 而且他感觉到他自己好像 年纪比他的老教授还大 大人抱小孩的感觉 小孩抱大人的感觉 就好像说 那个Mitch感觉到他是 父母亲他是父亲 然后呢 那个教授是小孩 小孩抱的 爸爸一样 那种感觉 他反而没有感觉到说 自己是比较弱的小孩 学生抱着老教授 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he asks if I still if I will stay in touch 那那个老教授就特别问他说 呃你 我们保持联络好了 我们保持联络好吗 记得毕业之后还是要跟我联络 这样子 那Mitch毫不犹豫的就想说没有问题 这样子 那抱完之后呢 老教授往后退了几步 他看到那个老教授 居然 呃 掉眼泪哭了出来 太感动了这样子 可能也让Mitch吓了一跳 好 45分钟了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结束之前 呃我就朗读过的第一页我就不再做朗读 我论个后把第二页 刚刚讲的这个第二页的地方 我做个简单的朗读 我们今天就大功告成 算是一个假期的一个 美国小说的一个欣赏 好我就直接开始 It is a late spring of 1979 a hot sticky Saturday afternoon Hundreds of us sit together side by side in rows of wooden folding chairs on the main campus lawn we wear blue nylon robes we listen impatiently to long speeches when the ceremony is over we throw our caps in the air then we are officially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he senior class at Brandeis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Waltham, Massachusetts for many of us the curtain had just come down on childhood afterward I find Morris Schwartz my favorite professor and introduce him to my parents he is a small man who takes small steps as if a strong wing could at any time whisk him up into the clouds in his graduation day robe he looks like a cross between a biblical prophet and a Christmas elf he has sparkling blue green eyes sinnin silver hair that spills onto his forehead big ears a triangular nose and tops of graying eyebrows although his teeth are crooked and his lower ones are slanted back as if someone had once punched them and when he smiles it's as if you just told them the first joke on earth he tells my parents how i took every class he taught he tells them you have a special boy here embarased i looked at my feet before we leave i had my professor at present a tan briefcase with his initials on the front i bought this the day before at the shopping all i didn't want to forget him maybe i didn't want him to forget me mitch you're one of the good ones he says admiring the briefcase then he hugged me i feel his thin arms arend my back i'm taller than he is and when he holds me i feel awkward older as if i were the parent and he were the child he asked if i will stay in touch and without hesitation i say of course when he stepped back i see that he is crying 好 我们今天就很愉快 50分钟差不多一节课 讲到这个地方 强力推荐 mitch alban 的所有的书 不是这一本 我前面介绍四本 其实都不错 这本因为我今天刚好 在上课的时候 有上到 用这个 tuesdays with mori 作为教材 所以我们讨论了一下 感谢同学 继续祝同学 假期愉快 我们明天再见 晚安 一 一 二 一 二